今天要教大家做一個 就是船開過去就水面會有水紋的那個 在網路上看到覺得蠻好玩的 然後我們今天就開始做完 然後我們現在先不需要這個刪掉 我們新增一個Plan 有點太小了放炸 上了一點 我們今天要去細分 它 他說越細越好 10塊太少了 再一次 那應該差不多 我們再Tab回來物件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可以 就是上面可以乾硬的 用UV球體 嗯 先 分 段 一拜好了 OK 不簡單 立上了 在這裡 然後我們用了Smooth 接下來 我們要來做它的感覺 這個 就是 選 選這個 忘記了 就是選這個 然後它是當一個呈現的畫布 然後這個球就去乾硬它 當 就筆刷之類的 你看 這裡會有藍藍的 就是這個顏色 然後 當我們開始 今天開始 播放的時候 移動它 就會畫出一個東西 這球太大 今天我們可以來讓它動一下 在這裡 就可以 因為畫出筆刷之類的東西 然後今天要如何讓它有那個 波浪的那種效果 就是這裡 Tent 改成Waves 然後它就會 那種水波的感覺 神奇喔 我本來是想要 在家做一個 一艘船這樣開過去 結果我跑圖的時候 結果那電腦當掉了 跑不動 筆電太爛了 可能坐在那邊比較複雜 嗯 對喔 坐複雜 包括 OK啦 其實你只要把牌子設好的話 其實不在省電障礙下 嗯 就是這樣 超帥 我看到這動畫就覺得很帥 很神奇啊 很神奇啊 這個 欸 你剛剛加入那個 影格的那個 是 用 用 Location 一樣用Location 來的 我 它 它自然就會 它自然就會 在任何地方都會 產生水紋 就是你只要按 就 假裝你現在這樣 然後你只要它繼續跑的話 你這樣動 欸 幹嘛 欸 你現在還在那個 動畫模式 動畫模式 不行 停掉它 不會喔 就是要讓它這個 跑的 你 你先拉到60 你先把影格拉到60 60 喔喔喔 播放 欸 你先把影格拉到60 然後插入一個是一個 就是 把影格拉到60 然後插入一個是一個 這樣 然後播放 嗯 這樣 這樣它就不動了 因為 比60和40的位置 是一樣的 所以 移動一下 這個 這個 不動了 這樣是插 然後 播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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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有發動 那邊有一個移動很小的地方 那邊有一個很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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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可以 謝謝大家